這個像這樣的一個combo box 下拉選單的話會有問題 他要不就是有選 要不就是沒選 那沒選會怎麼樣 按確定他還是會執行 執行哪一個 執行else 可是這樣就會有問題 因為他可能沒選 那沒選的話會容易有錯誤 所以各位也可以試著改 改成另外一個 在這邊再插入一個新的那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裡面 就是不要用combo box 用另外一個 就是叫做 這邊有叫做option option button 這個option button 他只能單選 那也就是說 假設你有兩個他只能二選一 三個也是二選一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們是單選題的話 單選就會用option 然後呢多選的話 就會用這個 checkbox 那用法上都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一個元件 讓使用者 這其實是UI元件 UI元件 跟使用者做互動的 一些 這個元件 那比如說以這個 當範例好了 比如說這個拖拉過來 然後把名稱改一下 名稱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 主要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Nan 他叫ob1 第二個就是 caption 就是由 1 由大到小 那 2的話也是一樣 放過來 這個叫ob2 然後 caption 2 由小到大 那特別注意就說 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在這個 group name 這邊呢 請務必一定要改一下 因為 如果你這個group name 沒有改的話 預設好像是空的 如果你沒有把這兩個 設為同一個group的話 會有個問題存在 我幫他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表彈 你會發現我點他 跟點他 OK